听闻这个水库有余 今天我们也算是跋涉了将近有大几十公斤来 把风也带来了 上午没有这么大的风 这个水库预计好能够钓到鲤鱼 在冬天这个季节其实是很难钓到鲤鱼的 看我们运气了 总而言之要有准备 有道理 对 有道理 好 相信今天我们一定能够钓到鱼 铺也下了 今天草率了 今天来的时候没有坐窝 如果说今天不起这个大风呢 就我们这样抽饵料 其实也无所谓 但是起风之后 抽的这些饵料全部被风刮走了 我觉得还是要靠小米 在这个钓顶里把这个鱼留住 哎呀 反正现在窝点鱼还是确实不是很多 我也不抽了 直接把它做一个团子扔下去算了 我总觉得这个鱼啊 它如果它饿 它要吃我们的饵料 没那么的讲究 没那么的讲究 我们现在粗犷一点 直接把它扔下去啊 这个点还是要记准的 在这里 反正窝点 现在没鱼 坐了窝下去了 而且呢 又坚持了一个小时 还是没有一口 怕风啊 整个岸边上的水啊 全部绞成了一种很混浊的颜色 可能这也是这个鱼唇呢 全部跑了的原因 就等四点多 五点 反正什么时候风小 可能鱼就过来了 先停一停吧 四点多了 今天的风雨一点点不小 行不行呢 再来试一阵子啊 刚才没看到口 是不是我钓得太多呢 我钓得太多了 顶了一下 就那么顶一点点 哈哈 我怎么看了口 后面电话又说 看到顶口了 那我们今天是钓得有点顿了 是一个点鱼呢 看 看看 真奇怪 对对对 这个水库里面来说 四点钟要来鱼口 我还不相信 结果真的啊 我坐上来第一竿 就中鱼了 诶 针还不是毛的 来 这个必须要证明一下 你看看 针还是针口 我得掉脸一点点 哎 盾口 又是个盾口 对 觊览不大啊 看 之前我左怀疑右怀疑 怀疑是不是 哎 耳链拉大了哟 鱼吃不下去啊 没口啊 其实真是没鱼啊 你看 这阵子来鱼了 那口多漂亮 啪 就下去了 进步 那鱼相对还会多一点 以前那钉尘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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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跟你聊天嘞 这个口你都没注意看吧 之前那鲫鱼那口 你看多重啊 这口我都不想打 对啊 谁知道呢 所以说啊 哎 毛的啊 毛的啊 是一条鲤鱼啊 尾巴先上来的 倒着上来的 哎呀 这条鲤鱼打妹了 但是看这个样子 它又不像是毛的 有可能是搭桥呢 你信不信 口里面应该还是有一个钩子的 钓上来争取不跑 让我们解开这个疑惑 哎 你别叫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完了 拉得我现呼呼叫 它往前面跑了 正口呢 这条鱼啊 我敢打赌 不是毛的 好吧 还是有点力度 再放它一下 0.4的子线 关键呢 今天我用的是修行钩 钩条也比较细 如果说强那的话 钩门还会开嘞 不着急啊 这个时候再跑越来 实在是太可惜了 看正口吧 再也扎不下去了 过来过来过来 乖 听话 再也跑不掉了 刚开始还以为是毛的 好肥好肥 进来 进来 哎 进来了 看看 哎 不着急 新鲜小狗 拨大鲤鱼 拼的就是耐心 这条鲤鱼好肥啊 小叶啊 这是你兄弟吧 嘿嘿嘿 来来来 你看看 看看 哎哎哎 别动 少受罪啊 你动你自己疼 哎别动 看看 漂不漂亮 漂不漂亮 看到这个大嘴巴 两个胡须 它蛮不服气的 看 刚才这条大鲤鱼呢 足足应该溜了有三五分钟 哦 可能窝里有点影响 而且一直没头耳 来的鱼里可能会散 赶紧我们补三个耳团下去 好 现在 天黑的时间呢 越来越晚了 而且今天是个大晴天 现在风也小了 抓住时机的话 我们其实啊 最少还能掉一个小时 好 那我们就再做点屋 那五点钟不会走了 今天要钓都看不见 漂亮的解口 哦吼 全钉啊 嘿 以为是个大家伙吧 但是这个家伙呢 其实挺不赖的啊 我是说味道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莫名其妙 这个鸡笔又没看到口 你看 没看到口 但是呢 真口 标准的 就是十二点钟方向 你看看 看不懂吧 有时候啪两目 有时候呢 就没看到口 哎 你用哪个扁鱼啊 赶紧帮我地下焯吗 就没看到口 边狱一尾 边狱一尾 哎 别动 看 今天这最后一缸呢 守得久啊 也守得苦啊 那是不给口了 收吧 鱼应该都是退到神处去了 这是我今天在这个水库啊 从四点钟到五点半的调货 说实在啊 今天啊 好多好多疑问 比方说 这个鱼啊 来的没规律 一会来个鲫鱼 一会来扁鱼 一会来大鲤鱼 而且呢 这个鱼口啊 像这个大鲤鱼呢 真的那个口啊 就是若有若无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像那种很小的鲫鱼吧 啪 它用来个盾口 像这种鲫鱼 但有的时候 这个同样是基于口 都见不着 这都是疑问 还有一些疑问呢 就是说 这个水库啊 他们说四点以后 才来鱼 当时我还不相信 结果真是这样 就像有一辆网班车啊 到了四点 就把这个鱼啊 从别的地方 拖到这个点来了 真是神奇 总而言之啊 今天没调明白 下次继续来探索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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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